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夜床寡妇村》 故事发生在一个人际罕至地势荒凉的青山村 一天晚上,皇二爷和一位老者在院内喝酒 闲谈村里发生了诡异事件 之后后色皇二爷去找刘寡妇,却意外身亡 寡妇村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京城某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叶小妍、陈亦凡等肉鸣大学生 准备去某风景区旅行 一路上欢歌笑语,不亦乐乎 不知不觉到了夜晚,山路崎岖,大雾弥漫 黑暗笼罩了整片天空 这时,突如其来的撞击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原来是虚惊异常 不过是一个恶作剧的稻草人 再次上车时,发现车已经打不着火了 幸好前面有一个村子,就决定去村子里面借宿一宿 于是六人分头行动,去村中寻找借宿的地方 却遭遇了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 白衣的女鬼,冒着绿烟的棺材 以及那个饥渴难耐的村妇,吓得她们魂飞魄散 然后他们决定在帐篷里凑合一宿,明天继续赶路 他们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 各种惊悚恐怖的声音相继响起 所有人的心里都弥漫了一团大雾 叶小妍突然发现帐篷外面有一个黑影 赶紧叫陈亦凡过来陪她 陈亦凡细心安慰叶小妍才重新躺下 无法入睡的两人决定相伴出去打水 万籁聚集,干柴烈火 两人激情拥吻,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小男孩 两人想一探究竟,却掉进了一个陷阱里面 他们拼命呼喊,但是荒郊野里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喊叫 这时候,留在帐篷里的两名女生 意外地碰见了一名村里的大叔,给他们送水喝 与此同时,杨刚也出来找水 他看了看那名大叔送来的水 告诉他们这水有问题 便出去寻找失踪的两人 终于被困在陷阱里的两人得救了 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却发现珊珊离其失踪了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他们决定分头去寻找 亦凡却意外地碰见了先前勾引过他的妩媚女人春花 春花假装受伤,让亦凡送她回家 还在给她喝的水中下了迷药 然后,饥肯难耐的春花终于得到了满足 并且告诉她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在很久之前,这里来了一个小伙 把村长的老婆给睡了 村长就雇人,把这个人抬到后山,给乱邦打死了 后来村里的男人相继死亡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后山 他们所有的离奇遭遇都将在那里找到答案 与此同时,另外一名女大学生谢银也失踪了 亦凡和剩下的三人会合之后 告诉了他们她所知道的一切 性格猛烈的谭刚,决定去后山,一探究竟 众人无奈只好尾随 身体柔弱的婷婷,因为腿脚太慢 没有跟上队伍,也被神秘人掳走了 三人发现后决定谭刚去找婷婷 另外两人进入到了眼前的化工厂 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制造有毒气体的化工厂 两人收集了证据,准备出去 却被一名凶狠的大汉拦住了去路 亦凡和歹徒殊死搏斗 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双双被抓了去 两人被抓到一间废弃的房间 此时,只有谭刚一个人还没有碰到危险 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谭刚 谭刚也不负众望,一棍打晕了这个丧心病狂的歹徒拯救了大家 最后遇生的六名大学生,在那名神秘的小朋友带领下 顺利地走出了这寡妇村 他们毅然决定报警 这个化工厂被查封了 寡妇村的惊贴秘密终于解开 一年以后,珊珊带着她的妹妹重游寡妇村的场景 离奇古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个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祥和的青山村 再次笼罩了一层迷雾 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不一样的电影,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